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2024年的5月22号的下午 欢迎大家回到现实人生 回到现实世界节目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先祝大家卫塞节快乐啊 今天就要来讲一下昨天安华到底讲什么东西 所以我就expect到呢 这个安华讲东西呢 他不是这么简单的 他就像大学教授这样子 不像以前那个 哎呀直接讲啦叮叮的时候啊 叮叮出来就是派糖果 拿藤边边人派糖果 那个两三架就讲完了 然后那个睡不醒更惨啦 那个简直不用听的啦 那个是倒着搞念的啦 但是安华讲东西呢 就好像大学教授这样子的啊 真的很像大学教授 我自己也是在大学教书的啊 我在大学讲课的啊 就是我们听起来 还可以 所以我就expect了 就要花很长时间去听啊 去研究他讲的东西啊 那结果讲来讲去呢 就是我们现实人生 还是韭菜人生节目所讲的东西啊 都是我们节目讲过的东西 所以呢 也不重复呢 他在讲什么东西了啊 当然很多很多人是听不懂的啊 因为他这次用的巴哈萨呢 国语是比较深的啊 所以我们一般上我们华人呢 都面临着这个 国语不好的问题 所以记得 我们当我们在马来西亚呢 我们的巴哈萨要很好 就好像好像我们这里呢 我们从五岁开始就训练学生了 五岁开始呢 我们就加强他的那个 巴哈萨 我这里有五岁的学生 六岁七岁 到了那个 小学的时候呢 我们的学生呢 哇那个 在华小里面呢 巴哈萨是非常非常好 国语非常非常的接触 国语非常非常的 优秀 就是我们觉得 要培养小孩子呢 这个 从那个优秀的国语开始 这样子安华这些 讲的东西呢 他会完全听得懂 他什么意思 他这句话讲出来呢 他背后还有什么意思呢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 很多很多呢 都没有理解好 我看见我看了蛮多了 我整个早上 都理解不出安华 到底要讲什么东西 那么现在就来跟大家讲重点 我讲重点 因为内容都是以前我们节目讲过的东西 经济成长 贪污腐败什么一堆 现在我讲重点 安华到底要干什么 很多都理解错那个重点 要怎么才有补贴 那个不是安华讲的重点 知道吗 真正安华讲的重点呢 就是什么 宣战布告 安华正在宣战 准备打战了 准备打一场应战了 所以他花了大概45分钟呢 去讲他的这个宣战布告 他跟什么人打仗 其实安华要做什么 就是要改变马来西亚的经济结构 他真的是要改革 我跟你讲 19投票的时候呢 我们投这个票的时候呢 我相信大家 你们跟我一起投票的 你们也没有 预测到安华呢 这是要准备动 马来西亚的那个经济结构 你们知道马来西亚的经济结构 什么东西 也是讲过 都是不讲 我们没有 预测到安华做首相 他敢动 甚至呢 19投票那一天呢 你们也想不到一个东西 就是呢 安华呢 做首相呢 会去还呢 马来西亚的国债 1.2兆 啊 还有那个拉拉扎扎的加起来呢 实际上是1.5兆 啊 之前的每一个 做首相呢 像 啊 丁丁呢 丁丁不但不还啦 还增加几个兆给你啊 讲啦 啊 最不行不用讲啦 OK 啊 每一个首相都在那边 像 啊 那么 那个丁丁之前的那个 老马啊 老马不用 老马也是不用讲啦 啊 老马 22年来你们知道做了什么事情了 那老马之前那一任呢 啊 自己呢也拿了不少 增加国家的债务啊 啊 现在的国家的债务里面呢 有多少呢 是他们自己拿掉的知道吗 啊 总之 所得税呢 你那一块钱的所得税呢 政府就要拿16千呢 去还国债的 利息 罢了啊 啊 只是还利息罢了啊 跟你讲啦 啊 现在的马来西亚呢 每年只能够还利息啊 利息都还到傻了跟你讲啦 啊 那个那个本金1.2兆呢 你讲怎样还 谁敢还 现在就是安华要还这个东西啦 就是安华希望呢 他这几年呢能够把这个国债呢 最早清清掉 清掉一半 所以 唯一的方式呢 就是做经济大改革 那么 上个礼拜呢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跑去杀警察啊 就是人家搞一大堆东西 从被格开始到杀警察为止啊 OK一大堆东西呢 那安华讲的就很简单 啊 所以安华的立场 跟我的看法一样的 所以我的看法 我是站在 首相的高度呢 去看整个 大局嘛 我是站在这个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呢 去看整个东西嘛 啊 安华讲清楚的 啊 就是他们来弄的 很简单 因为我在改革国家的经济 啊我在改革这个几十年不变的东西 所以那些人不甘愿 现在一直来弄 啊 所以呢 整整个昨天晚上九点安华的演讲呢 就是一场的宣战 报告 就是向这些人呢 发动宣战 啊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啊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呢 当你们听到这里呢 啊 我们人生只剩下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呢 就是支持安华呢 改革成功 把国家的债务呢 至少可以还一半吧 还能够还一半很厉害了 啊 另外一个人生选择呢 就是呢 赶紧推翻安华了 啊 这个债的国债不用还了 啊 继续给他增加了 啊 不用改革经济了 啊 继续签了 啊 反正人生短短 几十年嘛 啊 你动动钱了你的债务给你孩子还咯 给你的孙子还咯 啊 不用还了吗 啊 人生就剩两条路选择 大所有大马人民就剩两条路选择 只有支持安华改革 或者是呢 马上推翻安华了 让大马走回旧路 啊 那我们来看新闻吧 好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任何一届的手段 你们不要给我逃避 不要给我逃避 1.2兆的国债 这个已经占到GDP的64.3% 就是你所做的钱呢 哎呀 全部拿去还债罢了 啊 很简单的 你一个家庭 你一个月的收入呢 10,000 啊 6,400呢 全部拿来还债吗 啊 供车供物质 供什么鬼 供一大堆 啊 就是差不多整整6500块全部供到完了 自己身价3500块 那这种日子呢 你们自己算一下看 那现在马来西亚的 经济 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啦 对安华做什么 推动经济改革啦 结构性的改革啦 啊 所以现在要制定财政责任法案吗 啊 谁做首相谁没咯 啊 谁敢做首相谁就就准备防这1.2兆 啊 安华应该讲得更清楚一点点 我下次教你这样讲 啊 下次大损谁借这个位置呢 这1.2兆 啊谁管 但是我相信过几年安华应该最少 应该会管掉 啊当中 啊这个 应该可以啦应该可以低过1兆啦 低过1兆 啊 这个 到99,000亿这样子 大概 大概他是应该是可以做得到 啊 是不是 那以后谁做首相呢谁就欠人家1.2兆 啊 应该要这样子讲的 看谁还敢做马来西亚首相 啊 啊 他现在是安华是全世界欠人钱最最多的一个一个人知道吗 啊 全世界没有人欠人家超过1.2兆的现在是安华欠了 所以安华的这个责任你叫多重大知道吗 啊 当然啦 啊公平来讲是整个马来西亚的人民3000万 人民呢 欠人家的1.2兆 OK 啊 所以你看 现在呢 政府每收到1块钱呢 16000万能拿来还利息 只是还利息啊 你讲长不长 啊 然后 真正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刚才讲得很清楚 也是我们 我们节目讲过很多次的 啊 高成本 低工资 你看他赚不到钱 因为成本很高吗 啊 不管你从 你从草坏掉到你 开工厂 生产东西呢 那个成本越来越高 啊 但是呢 那个你的员工呢 工人呢 赚不到钱 啊 薪水很低 啊 这个1500块薪水都敢拿得出来 1500块薪水现在一个礼拜都不够活 跟你讲了 1500块薪水啊 打油都不够打 跟你讲了 啊 是不是 吃的不够吃啊 啊 1500块薪水还拿得出来 所以 安华也是要做这个薪水改革嘛 对薪水改革呢 啊 安华要改革薪水是不是 人家又多杀两个警察了 啊 啊不是开玩笑啊 是不是 啊所以你看 政府将会采取呢 非常严厉的行动呢 啊 对付那些极端分子 这些 所以你看 啊现在的问题就是 直接讲两个问题了 啊 那些啊 啊 公务员呢 治理能力很弱吗 啊 处理事情很慢吗 啊 警察杀了这么多天呢 才来宣布呢 啊 一级戒备嘛 啊 然后呢 又会又会拿commission又会汤污 汤污又汤污到很厉害 啊 所以安华也是向汤污宣战嘛 啊 他说你们给时间 给那个反抗局反抗局 现在 啊该抓都抓 啊 总之呢 现在要抓汤污呢 又来杀警察 没办法 啊 啊 所以这是一场战争啊 啊 不然就杯割了啊 啊 杯割火车了 杯割飞机 惨了 啊还可以什么还可以杯割 还有什么可以杯割 啊 我们观众讲南北大道杯割了 整个南北大道不可以走了 是不是 啊 所以 政府接下来会采取极其严厉的行动 对付那些 煽动的啊 激光分子啊 啊 就看了安华的政府 采取什么行动啊 啊 所以他已经下令了总警长 总警长在安华演讲之前已经宣布了 所有保安生最高级别 啊 所以你要进去政府部门呢 切完身体 切包包 那个包包要切 所以 以后呢 真的要向那个美国啊 美国的学校中学 中学呢 全部要像机场这样子的 要去scan那个你的书包 书包怎么放进去 要scan一下看里面有没有带东西来 是不是 啊 所以现在 全部升到最高级别 啊 所以这个这个不是 开玩笑的 因为安华现在要搞倡务嘛 改变经济结构嘛 所以估计会有很多人来闹事的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 那些人一直讲你夸张啊 你车大炮了 那里为什么 警察都杀掉了啦 你怎么 啊 啊 吓到新加坡啊 你看新加坡怕到半死啊 啊 马来西亚警察被杀 吓到新加坡 啊 新加坡也是好了 那个新总理新冠上任三八佛呢 严厉 严厉检查马来西亚人啊 啊 所以还讲什么 没有 是不是 啊 因为你们不知道 国家现在进入什么状态嘛 OK 你看经济很好 因为人家看见马来西亚要改革呢 人家就敢来投资 啊 那家不用给commission吗 以前要投资啊 commission给到啥啊 跟你讲啊 啊 哇这个 大的要给 中的要给 小的要给 更小的也要给 那个扫地的也要给他 洗厕所的都要给 啊 所以呢 这是一项令人 鼓舞的表现啦 然后为什么 他们又来破坏了 看到经济成长这么好呢 又杀警察 哎哟真的是 这些 那这个 OK你看 这次呢 早三呢 今年早三非常非常成功啊 除了我们的那个马股呢 那个 马股不在破纪录嘛 然后呢 再来就是这个 单单三个月呢 就可以交到700 700多亿 因为现在人家敢来投资 看见安华 人家是相信安华 看见 看见安华人家就敢来投资 OK 然后这个 财有补贴呢 他要改革的 你看他一砍财有补贴 又去杀警察那些人 所以我跟你讲 什么事情 啊 就是安华在在做那个经济改革吗 OK 所以呢 要从财有补贴这边呢 他要拿下这40亿出来呢 拿来还债 不知道什么来还债 而是拿来直接呢 换成了 那个给人民 提高人民的 收入 针对性的财有补贴 对西马 偷财油呢 偷到非常非常过分 那不像东马 东马是家家户户在用财油 就不同 东马就没有实事 那西马这边呢 就全部在那边偷 就是政府给的财油呢 通通给人家偷到完 除了财油也偷了 那个吃的油呢 也是 人家 有新闻吗 看见那个外劳呢 拿着两刀呢 那个马来人跑去 爸妈那个外劳吗 这个是马来西亚人买的外劳 不可以买 然后呢 那个新加坡的人呢 跑进来呢 全部打马来西亚的这个 这个经财油 所以你看 所以 这些漏洞呢 全部安华在任内呢 他全部要 解决这些漏洞 解决这些腐败 改革大马的金币的这个结构 哎呀很简单啦 就是他安华就是打破很多人的砍桃了 那个 他们那些 砍桃呢 没有了呢 他是绝对绝对会来闹事的 那些吃commission的那些 贪污的那些 还有这些卖柴油的 那些偷拿政府的东西去卖的 因为很多人在做这种生意吗 那这些人呢 随时呢 都会呢 闹事的 随时都会搞东西的 所以搞了一大堆东西呢 人家就是 就是为了阻止呢 安华的 经济改革嘛 所以各位大马人呢 所以 到了最后我还是那个结论 大马人的人生呢 剩下两个选择罢了 第一支持安华继续改革经济 第二呢就是反对安华改革经济 只有这两个选择 安华改成功呢 以后呢 大家都有钱了 辛苦这一两年算什么 以后呢国家债务清了呢 投资进来呢 什么呢 最早会追到新加坡一半 这段时间呢 改革有一点辛苦 不改革的话呢 就会以前那样子 人生短短几十年嘛 这个债务孩子去还 辛苦孩子去辛苦了 孙子辛苦了都看不到了 孙子的孩子也看不到了 都不关我的事了 人生短短几十年 我都 再吃多十多二十年 打多十多二十年 便宜油 我也死了以后 孩子他们没有油打 孙子没有油打 关我屁事 人生就剩这两种选择 是不是 所以 各位观众朋友讲到这里 大家是继续支持 安华 走这条路下去呢 还是大家反对呢 安华家 去动马来西亚的这个经济呢 去改革大马的经济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